焦点APP 您现在有收听的是 中央狗布电台台湾之音所 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台湾的面积虽然非常的小 但是萤火虫的资源却是相当的丰富 尤其近年来 我们在萤火虫的富裕工作上面 成绩斐然 因此在中国大陆或是澳洲等 多个国家的竞争之下 台湾在2015年是争取到了 2017年也就是今年的 世界萤火虫年会的主办权 将从24号到28号 在台湾举办国际萤火虫的研讨会 究竟这段时间 有什么样的萤火虫的相关活动 而一般民众又该如何赏赢 该注意哪些事项 才不至于把这些火金箍给吓跑 我们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 台湾大学昆虫系的教授 也是这一次年会主办单位 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常务 董事 杨平氏 杨老师 和我们一起分享赏赢的乐趣 老师你好 郑先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其实老师是我们的同业 对不对 有在这个友台主持节目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老师做采访 我非常的安心 一定是口落悬河 不过老师那一定要先问一下 台湾怎么这么厉害 可以争取到这个年会的举办 是不是台湾在萤火虫的研究上面 真的有过人之处呢 其实我们萤火虫研究二十多年来的话 从过去三十二种到现在推到六十五种 就是萤火虫发现的种率神数 日本也不过是七种 全世界两千种 我们就六十五种 所以我们萤火虫之前是非常棒的 所以三年前我的学生吴嘉雄 还有包括何建勇包括郑明伦 他们要去开会的时候 我就给他一个指示 说尽量争取国家议讨会到台湾举办 因为台湾现在争取国家议讨会 是越来越困难 所以三年前我们就用 在台北市永建国小旁边 有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富裕基地 然后以这个的成果 然后争取到这个主办权 当时我们还打出说4F 台湾是一个很好玩放 很好玩的地方 是 台湾的美食 还有台湾的firefly 资源很丰富 台湾又是一个小文明的formosa 这种4F 然后争取到这个主办权 是 OK 所以这个是有口号的啦 对不对 OK 不过老师 4月举行这个研讨会 是不是正是赏银的季节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是不是刚好就赏银的季节呢 是 因为过去大概这个研讨会 都是6月7月份举办 在大陆型国家 大概都是6、7月份的话 那个营火虫出来的数量比较多 可是台湾不一样 当然是晚春 从3月4月5月 这是营火虫的圣祭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赶在台湾 营火虫最多的这个season 这个季节来举办 是 过这个是春营嘛 对不对 大发生的这个时期嘛 对不对 台湾其实春夏秋冬都有营火虫 但是数量最多是春天 台湾甚至冬天都还有营火虫 而且也有赏冬营的活动 OK 所以蛮特别的 所以台湾的营火虫的资源真的很丰富 像老师刚刚讲的有65种 甚至冬天都可以赏赢 对 老师这个大概4月份 因为我们开始这个活动 刚跟老师有聊到 就是说之前其实 两年前争取到的时候 陆陆续续都有一半一些活动了 对不对 对 但是4月份应该是紧锣密鼓了 对不对 对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台北市政府在谈说 是不是在都市里面 几个公园 我们来赋云火虫 所以我们就从永建国小那边开始 到木扎公园 那木扎公园又到荣兴 荣兴那个基地 是二十几年前 是我赋予保护下来的 可是它的基地略化了 所以要怎么去改造 所以也等于 透过当市民自由基金会的努力 把它进行改造 当然也是公园 公务局 公园路征管理处 全力备合 之后我们就在大安 因为大安在25年前 在眷村那个时期的话 眷村里面还可以看到荣花种 可是变成国家公园 变成森林公园之后 整个整个的那个基地全部被封坏掉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安是不是营造 要重新营造一个湿地 然后透过市民的参与活动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营造湿地 包括那个牛踏采泥活动 就是做好水锅 然后大家一起来塌 防止漏水 还有包括野放营火虫活动 都让全民的参与 每一次的活动 大概都是几百人几百人这样子 所以这个活动 包括从涌建 从木炸 从那个那个荣兴 一直到大安 我们办相当多 差不多近一万人次的这种活动 是 所以老师我们在这个台北市 光是台北市的这个营火虫的富裕的点 大概有多少呢 目前的话呢 就是永建国小 还有木大 木大公园 还有荣兴花园 最难做最难做 就是大安申典公园 在大安申典公园 我们前年开始整理7地 然后呢 去年就是大王寒流来那天也放 然后4月1号 营火虫就出来了 所以也是获得初步成功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又放比较多量 因为我们扩大 扩大那个基地 从原来的60几坪 变600坪 大概600坪左右 那昨天已经有12只营火虫出来了 你们还有在计算有几只营火虫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算 今年比去年早一点 去年是4月1号出来 今年是3月23号 第一只营火虫出来 所以老师那这样一季大概有多少营火虫会出现呢 今年我们一股有大概起码两三百只以上 是 去年的话差不多七八十只 总数 有的人算到一百只了 但是我们比较保守 大概我估算七八十只 因为那个7地才刚刚稳定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说大安申林公园 这个7地才刚刚稳定嘛 不过老师刚刚讲说这个富裕工作 其实还蛮难做的 这个困难点是在哪里呢 困难点因为你要 因为大安每天 大概有一万人次在里面活动 还有大安那个树 没有像木炸公园那个树那么高大 还有也比较暗 大安很亮 路灯太多了 那干扰太多了 我记得我们那个刚刚做7地的时候呢 把围里拆掉 第三天就有人来放东西 把家里不要的那个水树箱里面的鱼 什么都倒到7地里面来 就放生就是了是不是 放生对 是是是 不能随便放生 变成我们志工在做宣导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在营藕丛发生的季节 我们大概都有志工守候在那个池子 那平常一样有志工在那边就是 如果杂草长太多了 杂草枯掉 都有一些人在那边修剪 或者说浮瓶太多了 水门太多了 都有志工在那边捞 所以也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要办年会的话 竟然有26个单位 他主动要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哇是是是是 所以我说就是要你做好一件好的事情的话 有更多更多决散年的人 是 他说得不孤必有零 没有 好不过老师一定要这样讲一下 你们办这个年会 经费有没有问题呢 经费我们是由大安森林 只有基金会的董事长 因为成立这个事 他最主要是企业界的组合 然后他的董事长 他说做一个成绩 就是全年的董事 董事长林敏雄 全年就是全年这个超商 他自己先出检 所以在经费上面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对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农委会林陆局也补助一点经费 然后我们的旅游的 要到阿里山去旅游的部分 有一部分经费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 他们出来赞助 其实还有包括送东西的一堆 你说像那个狮子会 他就担很多活动 所以他兼了两千套的 包括衣服跟帽子 还有这一次有相当多的 像华泛大学 他校里面有萤卧虫 他也为了欢迎这些外宾来 他办了一个萤卧虫餐 萤卧虫生菜茶餐 蛮特别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他是我们叫华泛北部的包种茶 包种茶的辖区里面 他们有辅导业者在那边生产一些有机茶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萤卧虫茶 因为校园里面有萤卧虫 然后像常总航空 他这次对外宾也有一些接待 就是upgrade或者是说要回去的时候 提供贵宾服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基金会帮忙在单身领功里面修术 然后我们派出日本市医师去抢救 抢救金城武术 金城武术不是有一次台风倒了吗 台风来倒了 然后我们就找日本市医师去把它抢救回来 所以他们也蛮感念的 因为金城武是他们的代言人 所以他们蛮感念的 所以在这次萤卧虫活动 还把我们的一个两分钟的CF 放在他们全球的那个 航线的航班上面播放 那个都其实那个都蛮贵的 可是他们愿意这样子做 我们是觉得很感谢 这个就是结善员的结果 萤卧虫结下的善员 是是是 不老师刚刚讲这么多 这个好像很多贵宾都会从这个远方而来 是这次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有多少国家会共襄盛举呢 22个国家大概 我们这次的研导会 把全世界所有做萤卧虫的 大概有100位左右全部邀请到了 OK 这个是全所未有的 然后呢 还有包括做生态旅游的 我们知道我们到那个澳洲会去干萤卧虫 对不对 到纽线会萤卧虫 到马来西亚会去看萤卧虫 我们把那些专家也都请来了 是 还有呢 亚洲地区的所有东北里面有 有那个 有昆虫馆的这些专家 我们都请来了 所以大概在东北举办的 我们开放的两个厅 大概差不多容纳400位 所以我们也提供相当多的位置 给国内的这些对萤卧虫 保护保育有兴趣的这些 学者专家或者是学生 一起来参与 所以也兼顾到了国内民众的需要 对不对 是 那当然 因为要办一个国际会好不容易 对不对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专家 不用花机票 不用花住宿会 就直接可以参与国际援长会 是 OK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呢 我们先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下一节我们来看一看 请老师来教我们看看 一般民众呢 如果要观看萤火虫的时候呢 究竟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好 我们马上回到现场 喂喂喂 你还在跟短播收音机奋战呢 你不知道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有更方便的方法 没错 快加入中央广播电台QQ码 3187-30053 3187-30053 我们将有专人火速为你解答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的阳光 一阳 HD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 您现在有收听的是 中央狗部电台台湾之音所 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今天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 这个2017年 世界萤火虫年会 即将从这个4月开始 就要在台北登场了 那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台湾大学昆虫系的教授 杨平氏 杨老师 那刚刚您听到这首歌呢 似乎也是跟萤火虫 有非常大的关系 杨老师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这首歌是今年大会的主题曲 是 那因为蛮难得 能够申请到这个国际研讨会 所以在董事会里面就提议说 是不是应该有一首 代表我们这代台湾人的萤火虫歌 是 如果获得大安生命自由基金会 所有的董事的赞同 所以就因为董事里面有一个 异光剑子的老板 就是老板娘 就是简文秀 简老师 他是很有名的声乐家 所以他就主持一个team 然后我们大概有十几个评审 经过差不多七八个月 有505件 505件的应征者 来自于国内外 不是只有台湾 哇 竞争很厉害 争取就第一名 这个奖金60万 大概是打破所有过去的记录 这首歌是由台中市 有一个作曲的是一个小学老师 作曲的是一个在企业界服务 他们有个team 所以这首歌是这次的主题曲 也蛮感人的 我们这次不但有歌还有剧 因为在董事会里面有一个董事 就是庄庄惠美董事的话 他也是国头剧场的执行者 所以我们这次的表演 也有营火虫剧 所以是非常特别的 刚才讲过说 结合美食 结合自然 那绝有营火虫 那常常是美丽的宝岛 还有呢 我们开幕的时候 都充满了文艺气息 艺术气息 有歌 有舞 还有版的伴奏 是 不过这个 就是可以表现出台湾的特色 不过老师 因为很多人是远道而来 国外的贵宾 我们要彰显的是台湾特色 一定要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什么活动是 在国外通通都看不到的 我们有特别把压箱里 拿出来的 因为我这一次 你看那个永康商圈 有美食 对不对 所以永康商圈的 那个学位理事长 他就来招呼说 他们想来当志工 我说很好 我就问他 你们美食 要不要招待这些国外贵宾 他说好 我就去筹币 大概有十几道菜 有当地的商家 十几家 他们说当天 我们有办了十六周 要验请这些人 是 另外的话呢 属于原住民文化的 阿里山那个地方 他们安排着 就是说 有那个歌舞 就是原住民的歌舞 还有当地的特色站 还要去欣赏萤火虫 我想这个 结合当地的文化 在我们过去的研导会里面 大概都以学识性为主 所以这个很特别 因为是 真的像刚刚老师讲的4A 除了来看萤火虫之外 也要让他们感受到 福尔摩沙的热情 不过老师 要讲一下 这我看你们这个准备工作 好充分 而且还进行了 那个英语导览的培训 有有有 特地 所以在语言沟通上没有问题 对不对 没问题 现在大概都没问题 因为年轻一代的语言现在相当好 是 那华湾大学 台大这边也都派出一些 学生团队 在现场做服务 所以我们说好不容易 就是说如果几个重要的专家 我们大概都有 这个研究生就呸着跑 是 所以等于训练我们自己研究生 同时呢 也让这些 这些外国的这些专家 来台湾的话 会觉得很方便 了解 OK 我老师刚刚提到嘛 台湾这个萤火虫的资源很丰富 有65种 那我很好奇 台湾的萤火虫 有没有原生种 台湾的原生种还蛮多的 大概萤火虫的 属于特有种 大概占的 这六十几种里面 大概有十几种 是 因为所以也是蛮不容易的 是 OK 好所以这个来这边 应该可以看到台湾 很独特的萤火虫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那就要 这个跟一般民众也有关系了 一般民众如果要上营的话呢 老师有什么建议 要准备什么样的 器材呢 而且不会把萤火虫给吓跑 好 是 台湾资源活动 经过二十多年努力 其实还蛮方便的 是 因为全台湾现在 从三月都开始 开始萤火虫资源活动起跑 大概会陆陆续续 250个点 250几个地方 会同步推出资源活动 所以听众朋友 只要最后就近 就近 就你家附近 就进去参加当地的社团 或者是 休闲荣业区 民宿 或者是 风景用力所推出的活动 有的是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有的是 要需要一点点 情节费 或者服务费之类的 你去参加 然后呢 大概你 不需要自己 带锁电筒之类的 因为都有人引导的 都有人引导的 如果是没有引导的话 如果像台北 附近的胶山 赤塑山这一带 在这段期间 也都蛮多的 所以你只要 带个手电筒 手电筒前面 到文具店 买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蜡子 用橡皮筋 照起来 但是这样的话 你照照营火虫的时候 营火虫 不会干扰它活动 你一般的手电筒 你一照的话 营火虫就不动了 会干扰 会造成干扰 所以大概的话 最好是结伴 或者全家一起去 然后会有共同的记忆 然后也比较互相能够照顾 所以老师 您的意思就是讲说 只要拿一个手电筒 那上面前面包一个 红色的玻璃纸 蜡纸或玻璃纸 就可以了 是不是 OK 老师 那引火虫 有没有什么 就是害怕吵 譬如说这么多人 你刚刚讲说要结伴 是不是 他有什么样的东西 会把他惊吓走 或者怎么样 最主要就是怕光 怕路灯 所以营火虫去地 所以富裕是非常不得已的手段 真的要做 营火虫的话 要做基地保护工作 你这地方有营火虫 想办法把他留住 如果有人想 希望在这边 多设计站路灯 或者说要做开发 你们要出面 要把他制止 因为营火虫的栖息环境 都是非常干净 而且非常好的环境 如果能够保护这个环境 对你的社区 对你的住家 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他最怕是怕农药 怕除草剂 怕光 还要怕一些水污染 所以就是帮营火虫 他要的不多 我们帮他留在一块干净的基地 所以有人说 营火虫是环境品质好的一个指标生活 是 不老师 现在你们是不是也在协助社区 做营火虫富裕呢 从公园到社区 是这样子吗 其实这20多年来 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帮忙 大概包括休闲荣卫区 包括一些社区 包括一些休闲农场 其实尤其休闲荣场中2000年之后 我们永远转型 有一部分是转到休闲这一块 也是靠营火虫这样才能够囤好到现在 所以营火虫就变成他们非常重要的收入 所以营火虫也可以 未来可能也会变成另外一种产业 很重要的生产产类 非常非常重要 已经在阿里山每年光产春营 就带来10亿的商机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从三年前开始在辅导说 欣赏秋冬营火虫 因为它有秋冬营火虫 所以那一波我们也会进行调查 那个商机无限 因为老师讲说 台湾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赏营 对不对 对这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我们连秋冬秋天冬天都有营火虫 是所以这个生态保育非常重要 它不仅是这个 对它不仅是对我们的生态很重要 而且还可以带来一些经济的收入 何乐而不为 一时两秒 一见双标 我曾经在一个报道上面看到 有一个从马来西亚的观光客 他来到台北看到营火虫的时候 他跟他的小孩讲说 这就是营火虫 他跟他小孩说 你何其有幸 可以这么小就看到营火虫 他说爸爸长到这么大 才第一次看到 而且是远渡从阳来到台湾 他真的非常的感动 从他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 台湾在营火虫的富裕上面 做的成绩跟成就 而且这个月 也就是四月份 国际营火虫的年会 就要在台北登场 这是一个你可以真正深入 认识营火虫的机会 相关的活动 你千万不要错过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卡哈昆龙系的教授 杨平是杨老师的分享 我们也预祝这个年会可以成功 好 谢谢钟先生 谢谢各位听众